很多人做辣椒炒肉到现在都还在纠结 到底是先炒辣椒还是先炒肉 今天啊你只需要认真看完我这个做法 它真的非常简单 首先你只需要把肥肉和瘦肉切成厚一点的薄片 切好的瘦肉加半包这个爆炒酱 右手抓拌腌制10分钟 锅中部烧油 先炒辣椒 一边炒一边用勺子按一下 按出辣椒的香味 这时候我们再炒肉 把五花肉边炒出油汁 加开蒜子 腌好的瘦肉按照这个顺序炒 肉香味已经非常的浓郁 每天都在用心的焦做菜 能不能给个小红心鼓励 非常感谢 最后倒入辣椒剩下的半包爆炒酱 其他的什么盐和酱油都不用放了 大火翻拌均匀 喜欢你就悄悄的做起来吧